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胜队友丁玲获得伦敦爱会女单乒乓球的金牌 那么赛后呢出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在混合区采访 照理说冠军他应该受到很多人追捧 追着他采访的人多 可是昨天很奇怪 反而是追着亚军 追着银牌得主丁玲采访很多 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比赛出现了特意外的状况 唱主角这不是李小霞 也不是丁玲 而是裁判 什么情况呢 就这丁玲在第二局啊 有一个球发球 裁判突然失忆他发球伪力 判他丢分 丁玲这怎么回事 跟裁判沟通 咱们说你丢分 到第四局这情况又出现了 裁判又判了一次丢分 甚至丁玲在下顿发球的时候 判丢分 丁玲争辩两句 好 裁判接着判你丢分 连发你两分 一下子把丁玲就发崩溃了 因为我们知道啊 这个乒乓球比赛 发球太关键了 尤其是关键时刻 我拿着球权 我肯定琢磨 发完球之后抢攻 这是一套战术 你如果前面你告诉我 这球不能发 那我再准备另一套发球 另一套战术 可是你没告诉我 我这发出来判我伟利 下边我不会打了 我下边怎么发球啊 发什么呀 而且发这个很可能 都不是自己特长的 所以整个战术就乱了 在中国平衡球队里 像李小霞叮咛 这么顶尖的选手 胜负悬于一线 任何一点微小的砝码 都可能影响最终的结果 你说你这发球 不知道发啥好了 能不乱能不输吗 你别说对李小霞 对一个比你差点选手 这时候可能对手士气大掌 乘乘追击 你可能都会输掉比赛 所以叮咛赛后委屈 一个劲的哭 这是有道理的 确实这不是因为他本身的原因 这是某种场外因素 判得发球为例 这个事情就作为我们业余 平衡球爱好者也经历过 我也曾经有比赛的时候 发球 裁判说你这不对 不让我发了 完了我就不会发了 我发场本来我正手发球强项 改反手发球 套路全部对了 就自己把自己给打乱了 所以丁宁昨天 很多人分析 说丁宁为什么输李小霞了 说丁宁心里压力大 他平常赢李小霞多 更想拿着冠军 李小霞战术好 说是这个中进台 劈的啪啦 两面快思 大角度 把丁宁这个给调动起来了 我认为分析这个 这都属于马后炮 这些东西两人平常打也是这些东西 昨天影响胜负最关键的 就是这两次判网 一下子把丁宁给弄乱了 那么裁判的理由呢 是他发球伪力 那咱们今天首先就要给大家分析分析 好多咱们就包括平行球迷 现在也在争论 丁宁这发球是不是伪力 我们看现在发球什么规定呢 大家都知道无者党发球 无者党发球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啊 我要发球了 球 我手掌必须平身 这个球就在我手掌上 我不能这么钻着 哎得平身 平身呢 然后呢 直球这个手要在球台的上面 你不能搁到球台上 或者在球台底下发 不行 而且这个位置必须在球台端线以后 你不能搁到球台里面 哎 然后发的时候 把球抛起来的高度 一定要达到16厘米 然后发的过程 这个直拍手去摩擦球 发球 这个区域必须让对方清清楚楚的看到 不能说遮挡 咱们以前发球 像丁宋发球就发遮挡 哎 这是标准的发球 那么这个裁判判丁宁发球伪力 判在哪呢 丁宁是不是就伪力呢 这个事情是人者见人 智子兼智 他为什么有争论 就这里涉及到判发球 这个亚洲标准和欧洲标准的问题 丁宁发球的毛病在哪呢 我们说发球抛球 达到16厘米 还有细致规定 抛出球不能有旋转 你不能把它搓出旋转扔出去 也不能往侧面跑 就必须得是直线 你不能往旁边跑 而丁宁发球稍微有点往后跑 这样跑 闯 他为什么这么发 咱们明白的朋友都知道 往后跑 球拍往前使劲 这叫合力球 所以这番有什么好处呢 有好处 你要直上直下跑下来 借力有限 我往后跑 我有力量 借助我拍的往前的力量 两股力量一合 你爆发力才强 发出这球摩擦才狠 才转 这合力球有不少业余球手 都这么发 咱们很多会打平常球的朋友 都知道这个 包括我本人 我也发合力球 这合力球是当初呢 曾经有个教练告诉过我